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49年6月21日 在上海复旦大学的校园里 一场人才招聘会正在进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军南下服务团招生办主任 正是庄彦林 此时的庄彦林被组织委派 将前往参加解放福建和进行建设工作 奔赴岗位之前 他要先从上海接收一批大学生 组成南下服务团 和他一起奔赴福建 填补解放初期福建的干部空缺 与繁华都市告别 与父母亲人告别 与安逸的现代生活告别 去拥抱坚弥和建设生活 三个月后 庄彦林和他招作的大学生物 踏上了张园 抛着的那些故事 预备好的 只有纳车被能够实现理想 而激动故障的心 1949年 庄彦林和他的年轻人到达了福建 一个巨大的问题 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现实和他们的想象相差很远 因为地处沿海地区 出于战备的考虑 建设对于福建 是一个遥远的话题 庄彦林和所有的南下青年们 在到达福建之后 等待他们的并不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 而是学习 讨论 等待 当初抱着一腔热忱来到福建 准备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庄彦林 被分配的工作却和建设相隔很远 整整七年 他成了标准的办公室干部 当初满腔热忱 渐渐冷却 现实和理想的落差 让他无能为力 就在此时 机会终于来了 1958年8月 庄彦林被调榜 闽江水电工程局 担任这里的第一书记 领导古田溪水电站的建设工作 这是新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中 比较大型的水电站工程 这一年 庄彦林37岁 已经到福建 将近十年的庄彦林 终于等到了属于他的建设时刻 水电工程是一个庄彦林 完全陌生的领域 此时的他 一不懂技术 二不懂大型水利工程的运作模式 庄彦林心中没有信心 但凭借着被压抑太久的激情 和不甘人厚地证明自己的动力 庄彦林适应新的工作岗位 并没有花费太长的时间 古田溪水电站分为四个阶梯 开始开发 一级电站第一期工程 在1956年已经竣工 此时建设的第二期工程 是为整个福建省提供电力资源 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 建设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坝 这个岭江的水啊 它的井流面积能够集中的只有六万多平方公里 黄河六十多万平方公里 但是它的流量啊 跟黄河少不了多少 这个水水力资源比较丰富 因为有非常优异的落差 而且河流的净流面积大 所以古田溪是非常适合建设水电站的优质之选 为了增加发电动能 就要利用好水流落差优势 所以庄严林领导下的古田溪水电站工程 放在首要的重要工作 就是打碎洞 从那个洞下去落差下去啊 那个发电就更多了 所以一击的话呢 水电可以发那么一两万两三万 那个的话呢 就可以发的这个多了 好几万 是吧 此时的庄严林并没有系统的水电建筑知识 大学里学的又是经济 从来没有学过工程的他和工地上的工人们一起钻研 对于横干在面前的巨大挑战 庄严林充满了干劲 像人家学习啊 我们的工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多得很啊 另外当时还有苏联专家来 所以这个这方面越干的越有兴趣啊 这个事情有兴趣 你就能钻研进去就能学 不久 庄严林所带领的施工队在三天的时间里 开挖了18米直径为7米半的隧洞 这个成组打破了全国记录 各地水电工程建设负责人都来向庄严林讨教 此时的庄严林 这位上任不久的工程局书记 已不再年轻 更没有多少时间能去浪费 他与水电站的建设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 干工作脚踏实地 有板有眼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关于工程进度的要求 一天天在加码 三天打出18米的隧洞 之后是24小时不间断工作 之后是不间断三组工人一起工作 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赶工期 庄严林这个时候似乎已经没有时间疲惫 因为所有人都一样 不停地被时间追赶着 被身后巨大的气流推着向前走 在古田溪打水洞 因为拼命要赶 赶时间赶弄 新年节日 有些人点了这个汽油灯 还在那里加班加点 这个实际上都违反 那个作业里怎么弄 但是他们拼命赶快进那个时候 1959年7月的一个夜晚 福建省古田镇的 闽江水电工程局里 忙碌的庄严林 收到一个突然的消息 水坝的建设现场出了事故 11人被困地下洞中 原来为了抢工期 24小时施工作业 引起了工人疲劳 在挖地下饮水洞时 一位工人点气灯操作不慎 引起火灾 正在下游作业的一个风钻组 11人撤离不及 被突如其来的火焰和烟雾封锁 困在洞中 由于洞内空间小 一时间烟雾弥漫 并产生了大量的一氧化碳 被困人员窒息晕倒 庄严林指挥工人们 加大洞内通风抬烟的力度 马入新鲜空气 但没有效果 他立即带领几个工人 冲入洞中强行救人 结果自己也一氧化碳中毒 晕了过去 这个方法还是不行 难道就眼睁睁地 看着一个个生命 在自己的眼前悄然陨灭了 从昏迷中醒过着的庄严林 终于想到了可行的办法 不仅带氧气烧 或面罩什么 弄机车啊 冲进去 以后呢 绳子掉了再把它拉出来 最后还救过了很多人 这场古田溪水电站 开工以来最大的事故 成为庄严林心中的痛 虽然事故的原因 是因为工人操作不当造成 但庄严林却宁愿背负 所有的责任 请组织给我除分 这是我的责任 从照片我们可以看到 不到四十岁的庄严林 在那几年 显得尤为疲倦 一九五八年的 中国建设工程技术 仍不娴熟 仅仅依靠人力 无法完全避免 这样的事故 在这之后 庄严林负责的 剑西水电站施工过程中 也出现过他方事故 用庄严林自己的话来说 那时候最害怕的 就是半夜的电话铃声 他终于有了机会 实现自己建设祖国的理想 但好像又有些不对劲 之后的中国和庄严林的人生 都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 1974年 被关押了五年 刚刚恢复自由身的庄严林 因为有大型工程的建设经验 所以组织上决定 将庄严林调往非洲 协助修建坦赞铁路 帮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 修建坦赞铁路 是新中国的决策者 在1967年做出的决定 1964年 在赞比亚脱离英国独立之后 作为世界上主要的 铜矿产地之一 原有的供出海用的铁路路线 被西方国家封锁 所以赞比亚希望联合坦桑尼亚 修建一条从坦桑尼亚首都 港口城市达雷斯萨拉姆 到赞比亚铜矿产地 卡皮里姆伯西的铁路 以打破帝国主义 对于主权国家的经济封锁 而同为第三世界国家 并对赞比亚的历史经历 感同身受的中国 主动伸出了援手 为了帮助非洲国家的铁路修建 中国派出了1.6万名专家 寄功前往坦桑尼亚 但是非洲恶劣的省村环境 让许多工友感染非洲瘧剂 非洲肝炎等疾病 以致有数十人为此写出了生命 和他的工友们一起 庄园林把自己最有激情的三名 留在了这里 1976年7月 全长1860公里的坦赞铁路全线通车 在欢呼的人群中 庄园林也许真正体会到了成功的喜悦 那一年庄园林 那一年庄园林56岁 他在非洲工作了三年多 直到1977年才回到北京 一个崭新的和过去迥然不同的时代 正在 国门开放 吹声合资饭店 无惧流言 中获高层 一锤定音 一代华侨领袖的传奇人生 庄延林 1979年7月 一张壮旨递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桌子上 这张壮旨上满是质疑 为什么要建盒子饭店 盒子饭店是否赚钱 盒子饭店是资本家联盟赚中国人的钱吗 这张壮旨一下激起千层浪 在中国刚刚打开国门的关键时刻 他提出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 更是掩藏在人们心中最为核心的阶级立场问题 如何定义这个被告人 关系到他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问题 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和警告 这张壮旨是点名针对庄延林的 1978年 庄延林被点名调往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 担任副局长兼国务院新成立的利用乔兹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他接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建立中外合资饭店 然而诚如壮旨所说的那样 为什么要建合资饭店 建合资饭店有什么用 这些都是刚从非洲回来不满一年的庄延林所遇到的新问题 这一年北京放开旅游 接待了18.3万入境游客 全国接待了180.9万人 超过过去20年人数的总和 然而让人尴尬的是 北京当时仅有7家涉外饭店 床位5200张 实际达到接待标准的仅有一千张左右 许多游客下了飞机后 不得不立刻被拉往景点参观 晚上再到饭店等床位 北京实在无处下榻了 便把客人送往郊区天津 甚至还要请示中央特批专机 将游客送往上海南京等地 庄延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调榜旅游总局 并负责利用乔资外资 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的具体工作 这个国务院新成立的以古墓 陈木华 廖承志为首的领导小组 成为中国引进外资的第一个吃螃蟹的工作组 与资本主义合作 能赚到他们的钱吗 能有效益吗 咱们卫星都能上天 还怕盖不成饭店 管不了饭店 要去求人家养人 岂不是丢我们中国人的脸吗 外界的留言 庄延林不是没听见 别人不理解 他在不断的摸索中 却越来越能理解 这一年 他建了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一百二十多家乔商和外商 他对饭店的合作方式 建筑高度 以及经营管理 都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现在他无暇顾及别人的留言 庄延林一批一批的与外国人谈判 听说宴请用了烤鸭 雷起来都有一座饭店那么高了 他究竟想干什么呀 我们不是有自己的北京饭店 怎么说我们不会管饭店呢 不要再让庄延林谈判了 不就是为了盖房子吗 把他请客的钱加起来 都可以盖一座大楼了 击毁成山 三人成虎 这个道理庄延林不是不明白 但是庄延林无法停下脚步 直到告状信送到了领导的桌子上 项目不能停 庄延林决定找自己最信任的领导 廖成志聊一聊 廖成志这位德高望重的国务院乔办主任 一直排除众议 支持改革开放 深信引进外资的正确性 他明白 如果不是无路可走 庄延林不会主动来找自己 听完庄延林长达两个小时的汇报后 廖成志拍板 合资饭店仍然要做 不仅要做 还要做好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同时廖成志还为庄延林推荐了一位重要的美籍华人 陈轩远 陈轩远这个早年在上海圣约翰中学读书 后来到美国留学定居 拥有饭店建筑师和管理者双重身份的华人 在美国拥有四家假日饭店 一家谢尔顿饭店和一个建筑事务所 此时的陈轩远一心想为祖国尽点力 谈判十分顺利 庄延林与陈轩远二人相见恨晚 他们对于改革开放有着同样的看法 最后双方商力 双方合资两千万美元建设建筑饭店 其中中方占有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 外方占有百分之四十九的股权 合作十年后 外方将百分之四十九的股权赠给中方 即中方十年后完全拥有饭店 由于馈赠海外投资 不符合陈轩远所在的美国的法律 最后二人商量 以象征性的一美元转让给中方 一美元买一家饭店 这样的交易是史无前例 并且十分大方的 中方出资的一千万美元 全部是从汇丰 花旗等银行寄来的低息贷款 风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就在庄严林为这个努力了近半年的合作方案 感到兴奋的时候 方案却仍然受到了质疑 在一次国务院常务办公会议上 针对是否建设建国饭店的话题 争论十分激烈 有人质疑建国饭店经营二十二年所得利润 在勉强保障收支平衡的前提下 距离还清从汇丰银行借贷的 两千万美金的本息还差两万美金 那这两万美金谁来出 质疑者抛出问题 如果庄严林你硬是主张建这个合资的建国饭店 那二十二年后得由你来还这两万美金 这些如今看来已经很可笑的问题 在当时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而要贷款两千万美元 还要和外方合作 这更是破天荒的新鲜事 快则六七年 满则八九年 建国饭店能够全部还清本息 还赚回一个饭店 只需要花费一美元 现在改革开放 要发展中国旅游 全国合格的涉外饭店客房严重短缺 更是成了首都北京的平静 要大量建设旅游饭店 资金技术和经验都很缺乏 引进外资 不仅能让投资双方收益 缓解客房紧张的局面 还能取得外国的经验 进一步发展旅游 发展经济建设 早有准备的庄严林 一片言之凿凿 现场一下安静下来 双方的争论许久没有结果 这样的争议没有过先例 也没有任何条文可以遵循 双方结论的差距又如此之大 已是与国务院常务办公会议 一时无法定夺 只得将双方观点和截然相反的分析 上报给最高的决策层 如今庄严林还珍藏着这份历时半年 谈判而成的旅游总局报告 这份报告当年在17位中央高层领导手中流转 或画圈或批示 邓小平的态度鲜明 要旅游就必须建造足够的上档次的旅游饭店 陈云 李先念等一批元老级人物相继过目后 经过详细的分析 引力主上马开工 最后时任中共中央主席 兼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一锤定音 建合资饭店 我们没有经验 但可以试一试 搞好了 以后推广 搞不好 就此一个 冲破阻挠 抓住时机 打开局面 建国饭店成功运营 远超预期 一代华侨领袖的传奇人生 庄严林 1979年底 庄严林和陈宣远商定将饭店定在建国门 第二年六月 建国饭店破土洞宫 工地的篱笆竖了起来 搅拌机也搬了进来 工人们也开始甩开膀子干了起来 然而当地的居民却不干了 首先是在美施工扰民 然后又说影响了风水 当时工地上白天竖起的泥板 晚上就被人拆掉 笨重的搅拌机也被掀翻 工程无法进行下去 庄严林明白 这是涉及到的一些人的思想 观念和利益 如果不阻止 就会让工程前功尽弃 可是 面对着不明所以的族裔人群 自己有信心挑战他们 1981年9月 由庄严林撰写的 《关于建设合资旅游饭店》的报告 送到了邓小平的桌子上 报告里陈述了过去一年建设 合资饭店的工作情况 遇到的问题 以及毕生的信心 不久 邓小平在这份报告上 写了铿锵有力的11个大字 有礼也不得取闹 何况无理 每两天 阻挠饭店施工的人 就没有了 在随后的两年里 东长安街上的这座花园式酒店 逐渐从蓝图变为了现实 一时在海内外备受关注 1982年3月 建国饭店正式建成 廖长志亲自到现场剪彩 向建国饭店 赠送廖副院长提词 请廖副院长剪彩 当时正在剪彩现场的 北京旅游局副局长侯锡九 却对未来缺乏信心 他和庄严林开玩笑说 搞这个项目北京最吃亏了 第一年至少亏损一百万元 正好听到这番玩笑话的陈轩远 一时兴起 保证说第一年至少能挣一百万元 在庄严林的见证下 二人打了一个赌 决定一年之后 再见分享 1983年 法国总统密特朗访问中国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邓小平 回国前 密特朗听说第一家高档合资饭店开张 便点名将答谢宴 定在这个有着特殊意味的饭店里 庄严林明白 这是一个宣传建国饭店的最佳时机 一切必须尽善尽美 当天晚上 受法国总统邀请而来的国家领导人和各国使节 以及各界人士应邀前来 建国饭店盛况通前 饭店华丽的装饰 鲜美的菜肴 和训练有佳的服务 让庄严林和自己的团队 信心满满的迎接即将到来的客人们 这时 一位服务员发现 通往宴会厅的一处通道上面 天花板突然漏水 一时大家慌了阵脚 有人说不行就放个脸盆接水 有人说弄一块牌子 上面写上请绕行的标志 这些都不够完美 会让饭店给人的第一印象大打折扣 当时酒店的外方经理思索片刻 给出了一个建议 一位穿着白衬衣黑外套 长相标志 责任心强的领班 站在漏水处寸步不离 表面上他是为客人引路 实际上他是在用身体挡住滴水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招待会进行的十分顺利 毫无破绽 而这位引路的服务员已经满身湿透 在宴会还没有结束时 就有人悄悄打听 在这里举办一次类似的宴会 需要多少经费 宴会结束后 建国饭店名声打造 1983年在建国饭店开张后的一周年庆典上 庄严林拉着陈轩远告诉廖成志 他们和北京旅游局副局长佛希九的打赌 赢得全胜 开张一年时间 饭店挣了150多万元 大大出人意料 此后建国饭店的利润更是连年翻番 第二年的净利润是400多万元 第三年800多万元 第四年到了1500多万元 之前有人担心的2000万美元的巨额贷款 四年多就连本贷息全额还清 十年后建国饭店所创建的利税 等于投资的7.8倍 以不正的事实远超过了当年庄严林的7指 不怕失败 就怕失败的时候没有信心 不怕有困难 怕遇到困难 没有这个辜负困难的决心 我信心 成功啊 胜利啊 什么这个这个 顺利啊 这些啊 当然是值得清醒的 但是更值得清醒的是 碰到困难以后能够能够顶过来 失败以后能够变成成功 他提出生活教育理念 创办小庄学院 开百年来平民教育之先河 为一大事来 做一大事去 先生 陶行之 1988年7月 庄严林已67岁高龄 被任命为全国桥连党组书记 两个月前 父亲 庄西权在北京逝世 享年一百岁 压抑着失去亲人的悲痛 庄严林走马上任 对于这段出山之后的经历 庄严林曾为自己写过一段话 往事因无憾 前瞻至不宜 尚有一份热 欲发十分熄 夕阳青山照 茂蝶有何旗 老季卫兴华 昂首行万脸 桥连党组过去由桥办党组代管 没有人事权 没有外事权 没有财务权 新官上任三把火 庄严林一上任 就提出希望桥连在党的领导下 独立开展工作 不仅要做好国内归桥桥卷的工作 更要做好海外侨胞的工作 此时的中国经济发展 已经迈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期 大量桥商和华人 对新中国的发展充满了好感 纷纷选择回到祖国 探亲旅游 投资建设 经商合作 同时带来了人才 技术和资金 由改革开放呢 使到海外的华侨 华人觉得中国中华民族的复兴有望了 那么掀起了第四次华侨的爱国热讯 所以这个华侨投资颠款特别多 来办事实体的特别多 给桥连的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过去我们的桥连呢 主要是联系联络感情 这是最重要的 联络感情 交老朋友别忘了 交新朋友 现在就不是了 要引进资金 引进人才 来引进技术 对吧 这是赋予桥连的新的要求 1991年12月25日 克尔巴乔夫宣布辞职 次日苏联最高苏北埃宣布苏联解体 东欧巨变 动荡的世界局势 直接影响了中国经济前进的步伐 美国和西方的一个国家 对中国是执行前面制裁 封锁 那么一大批外资撤走了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乔治没有撤 当时在我们引进外资里头 乔治和港澳台的 台这个字 是占主要部分 有人说占70% 有人说80% 我说不通 反正乔治没撤 庄严林想起父亲在世的时候 曾给他讲过的故事 中国一行在东南亚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 有个分行 自新中国解放之后 当地华侨出于对祖国的感情 和对新中国的信赖 一直积极存款 每年都为祖国增加一笔不小的外汇收入 文革期间 国内混乱 华侨亲属受到冲击 引起了当地华侨的不满 海外敌对市里趁机制造谣言 一夜间在街头巷尾到处传播 中国银行快倒闭了 赶快去取钱 晚了 就只能打水漂了 小道消息也传到了银行工作人员的耳朵里 他们连夜准备了大量的资金 以应付侨里面的提款高潮 第二天 当地华侨分成几路 在银行门外排起了浩浩荡荡的队伍 银行工作人员紧张的心 陡然提起来了 开门后 喊声不断 却都是存钱的声音 索报数目不同 但大家都喊着一个字 存 华侨以祖国为娘家 为靠山 把维护祖国母亲的尊严 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了祖国的革命 建设和繁荣 他们不惜毁家疏难 1991年的春天 在庄严林和乔连领导班子的努力下 关于乔连党组归中央领导 和各级乔连在党的领导下 独立开展工作的报告 很快获得了中共中央批复同意 从此 全国乔连成为一个 由全国归乔乔卷组成的 全国性人民团体 国务院办农厅在1991年5月下发第23号文件 确定全国乔连和各级乔连可以搞经济 办企业 自此乔连才真正的独立了 有了自己的行政权和经济大权 到1994年全国各级乔连有自办企业1400多家 不仅安置了大批硅桥、桥卷就业 而且增加了国家材质收入 还原了地方经济 全国两大乔乡广东福建 两省自改革开放以来 乔资和港澳台资的比重逐年攀高 占实际利用外资的一半以上 同时也引进了技术、管理和人才 产品大量返销国外 推动了中国经济 1994年 已经73岁的庄严林从乔务工作上退居二线 但父亲的话依旧提醒着他 这位73岁的老人 只要有华侨发起的活动 不论自己身体如何 他都要参加 对他来说 所有的海外华侨 都是他的家人 凡是有海水的地方都有华侨 而远离家乡的海外赤子 最深的感受是 只有祖国富强 他们腰杆了才能移 华侨和祖国就像如此一样 无法分开 莫迪之年 为故来路 从华侨中来 为华侨服务 这是庄严林父子一生的真实的写照 作为华侨中的艺人 他们和千千万万的华侨一样 无论海内海外 心中永远装着的 是对于祖国的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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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